作为海外中文教师,我并不担心孩子们的外语水平,更在乎华人孩子的中文学习。 很多人觉得孩子出国留学的年龄越小越好,他们可以快速学习语言融入当地生活。 也有研究表明,三岁进入全外语环境,确实可以让孩子们的语言达到母语水平。 对于孩子和家人来说,这意味着什么呢? 如果三到四岁的孩子学习外语的时间和精力比学习中文的多,那么他们的外语水平会高于中文,甚至完全丧失中文表达能力。 在我知道的华人学生中,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中文表达能力。 很多家长认定了,英语是当地语言,学好英语最重要。 孩子长大了或者上学以后学习中文,中文也就会越来越好了。 但事实是,这些孩子一开始会用中文说日常用语,上学以后呢,中文的使用频率语会越来越少。 在家的时候,家长说中文,孩子说英文,甚至很多家长只跟孩子们说英文。 孩子们逐渐用英语思考问题表达想法,最后完全丧失了中文表达能力。 有研究表明,外语达到母语水平的孩子,日常交流更流利。 但是在学术用语和标准语法上的表达,比不上后期学习英语的承认。 再回到几岁出国留学的话题,其实只要孩子们在安全可信赖的当地学校勤奋学习, 有家人的陪伴、爱护和支持,有明确的身份认同感。 那么无论几岁出国都不会让他们有自卑感、挫败感和难以融入当地文化的边缘感。 这里是教育博主阿图的生活圈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